华为跌倒后 台积电鼎翼相助 芯片黑马成了最大赢家 作为科技行业中必不可少的关键零部件 芯片早已经开始被大众所熟知 从小米一时代开始 手机芯片一词就被逐渐普及 而到了2014年华 未推出自研的海思麒麟以后 自研芯片也逐渐被消费者们看重 直至2020年的麒麟9000 国产自研芯片算是能够正面和高通抗衡 成为自研的希望 目前市场上搭载麒麟9000芯片的手机 外一台少一台 国内外用户对于这种情况也都毫无办法 华为更是将发展重心转移到鸿蒙等软件业务上 而近日也传来了4纳米工艺技术的天机9000芯片的消息 要知道 此前台积电每一代先进工艺技术 都是先把产能分配给华为和苹果 而今年苹果都没率先用上台积电4纳米技术 再加上与华为的合作中断 所以反而让联发科拿到先进工艺的产能 从这一点来看 就足以见得台积电对联发科的重视程度 所以联发科这次可以说是强势翻身了 从目前联发科天机9000芯片曝光的参数来说 X2超大核心家G710家第五代AI处理器 各个方面都堪称是旗舰芯片的标配 并且跑分也已经超过了百万 所以说目前来看 今年联发科无疑会成为 市场上最大的一匹芯片黑马 面对昔日竞争对手们的强势崛起 华为显然无能为力的 尽管徐志军一直都在表示 华为会坚持研发芯片不放弃 但不可避免的是 这种环境下的麒麟芯片成长速度 肯定不如苹果 高通 联发科等企业 自然也就引发了花粉们的担心